看到土耳其日前招逢强政 造成建筑物倒塌 连带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严重的损失 以至于防灾公园收容安置 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因此泰山区公所特地在体育场 举行了开设防灾公园收容安置演练作业 整个过程是十分的逼真 更受到了考核官的肯定 泰山区长郑淑明强调 防灾工作不分你我 只要大家随时做好防灾准备 生命安全才能够有保障 泰山区体育场8号举行 112年开设防灾公园收容安置演练 由于近来 土耳其及叙利亚边境日前遭逢强政 造成建筑物倒塌及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以至防灾公园收容安置显得格外重要 这次演练 新北市消防局也特别前来进行考核 在大哥摩地震 灾害来的事前 灾害来的事前 我们无论是事前事中 跟事后的回复都很重要 那今天这个演练就是 我们要预防灾害来的事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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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该怎么样有一个SOP的流程 演练模拟发生 瑞士规模6.8级强烈地震 因应救灾强险 需要启动泰山体育场作为民众收容避难地点 藉由演练过程 除了让各单位人员 这个掌声一下谢谢 这边有赖每个人共同参与 展现邻里居民的力量 致力使泰山地区成为更安全的居住环境 记者虎宇轩泰山采访报道